恭喜A界4比1 总决赛 来了A界 来了决赛 有点猛啊 A界确实状态好啊 而且战术更加的先进 针对非常的不错啊 给大家复判一下 获胜的全过程 以及其中的一个核心原因好吧 今天其实KSG输在了一个中轴 如果你要说KSG到底是哪几个点输了 看完这个复盘你就知道了 第一局啊 KSG拿出了一套比较偏进攻的阵容 AG是一套偏防守的阵容 因为AG没控制 而且AG没有合理的月塔点 KSG是有双大碗的 这一把来说的话 前期KSG会有一点优势 然后中期的话 如果KSG不着急开团 利用杨运环的一技能去打拉扯的话 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博弈空间 像这把这种一出来 其实网而抓里条路已经很清晰了 肯定是对抗路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啊 一开始AG是换线了 造了个两线优 稳一下前期 然后好像还卡了达摩一个兵 开局下路肯定是优啊 中上肯定是列 对于KSG来说 开局是一个两线列一线优 但是KSG它会有一个爆发期啊 就是网而四级后 就可以考虑开始针对 AG的对抗路了 就渲染在那条路就抓那条路就行了 但是你看这边啊 首先这一把前期的话 可以看到KSG的辅助 它的定位是有点迷的 它并没有去互助 流浪这个点的一个发育环境 所以流浪这一把的一个视野 一直都很差 然后这一波 你看四级了过后 长生是做了个策略 第一个是带惩戒 还两株 第二个点是 他要去把网而的视野找出来 防止网而四级挂边 所以长生这波用大招去把流浪的位置照出来了 这波下路打得很凶 因为已经确定流浪的位置了 但是这一波中路交汇了 流浪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 伊诺跟大帅都在徘徊 他不确定你网而在哪里 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啊 这一波上路 其实清语有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清语没有运现 没有运现就意味着网而一定在下路 因为你达伯没有去运现 说明你就没有想越轩然塔的意思 说明网而不带上 如果这一波清语去上路运现 AG虽然也不敢跟他对抢线的 因为他不确定网而的位置 所以你看AG的站位已经非常谨慎了 大帅也开启了一个协防战视野模式 这个时候长生应该主动去找网而的视野了 找到了 这边凯和海诺两个点啊 已经是给到了流浪的一个视野了 浪费了网而的节奏 你看中国过完线过后 他继续跟着杨云环去速刷蓝区 这个就已经很有问题了 因为他往而这把团战没用 对面是凯加明世影加海诺 这三个都能随便吃你的装大 你这把团战没机会的 你只有前期去挂边去抓人才有机会的 但你看往而这个时候 他选择帮金语速刷 然后刷一半 腰刀说我下路线推进去了 你要不来帮我抓一波吧 然后腰刀直接开大 打一路跟大帅的状态 其实这一波打完就已经很明显了 往而一定在下 否则腰刀为什么要交这个大帅 是吧 然后你看ag 连兵都不吃了 直接就是在塔前罚战了 因为你腰刀这样打 你没道理 你又杀不掉人 你为啥这样打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往而在下路 所以腰刀提前暴露了流浪的动向 你看ag的社府已经是非常谨慎的一个状态了 根本就不去吃兵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往而在下路了 你的队友出败了你往而的位置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流浪被发现了 然后长生迅速的回防 长生没有摊中线 选择先回防 帮队友去解围 好 到了这个点为止 这一把ksd已经是浪费了很多波机会了 然后你看 这一波还有一波线能往下运啊 但这一波流浪 他还是没有挂下 他还是想吃播中 他比较留恋他的中线 但这一把往而是可以放线的啊 其实到这个时候 流浪还是可以抓上的 因为四分钟到了嘛 然后渲染会抢线传送去 帮ag打龙团 是吧 所以说往而应该往上走 结果往还是没有动啊 还是在野区帮金鱼速刷 往而直接露头了 你看四分钟最关键的一波 冰线的一个交汇点 你看流浪漏视野漏得非常早 保持ag 夏洛特这边抢线传送资源队友去打这个龙是没有一点压力的 因为你往而已经漏很早了 你看完一漏完 渲染这边根本就不怕了 渲染这边也确定你位置了 你看渲染直接上去星线看见了 然后这个时候往一直在跟凯特跟凯做一个互动 长生就一直主动的给瓦尔视野 瓦尔也没有去长视野啥的 就一直跟长生在那玩 然后这个时候综艺选择开龙嘛 综艺有大 流浪这个位置的话 想打 他这么去划综艺了 凯一开大 这瓦尔直接想飞凯了 他就已经崩圈了 你看他想飞着凯 那凯怕你瓦尔较大嘛 然后达摩也把所有技能给凯了 这一波我都不知道ksg怎么做的这个决策啊 一个凯把所有技能吃完了 然后你说这个一起打不过吗 那不可能 所以说ksg没打过 然后后续其实ksg就应该迅速的转变策略了 因为这个点ksg的网儿已经是打不了这面团了 他只能去护这个达摩去溜边 他后面一直护达摩溜边的话也还有的打 但你看这边他玩也没有去复边 他还是选择跟团在正面想去打 AG的正面团 我看他有点死板低吧 你看他就一直站中路 他只会打中轴 我感觉他不会挂边的 其实这一把细节都已经可以不用分析了 因为整体的大局观就已经有问题了 这把轻语跟流浪一定是捆绑的 你俩捆绑才有用的 你俩不捆绑你俩都没用 所以这把感觉就是赛讯这方面出点问题 这把其实有希望 但是节奏确实差 然后第二把的话 这把的核心从流浪变成了九库 你说明这把一击只能帮对抗路 因为这个阵容 你帮中一级没有意义 你帮下也没有意义 因为你压不死对面 而且你射服连铁 你也打不过对面 保隐家 少数员 而且对面中单有限权 对面感觉能先游走 所以这把跟踪下都没有意义 那就是跟上 所以说一级顺命得跟边 开局顺命跟踪了 你没有限权了 你自己看 真机有没有限权 是不可能有限权的 你看这波 顺命跟踪干嘛呢 为啥不去跟边拿限权的 然后腰刀这边下路也被一诺压子了 为什么这波一顿压子了的 因为ag中路有限权呀 腰刀不敢还手呀 还手就是死 不还手掉不状态就跑了 所以腰刀坐牢了呀 第一波ag三线优啊 这阵容 顺命没有造马超的一路线 因为马超是康特超超的对线啊 相当于第一波 你看顺命就很尴尬了 连我一条优势线都没帮助 三路列 谁的原因顺命的呀 上一把的玩 而这一把的顺命都挺迷的 然后这个时候 顺命开始帮马超了 说一波 这一波我确实觉得酒会有问题 这不应该叫治疗的呀 这一波治疗给了是 让马超去往死里追大帅 因为 少学二技能cd很长的呀 二完了少学就没有cd了 很久的一级二 这个时候应该是给治疗 让轻语继续在打打状态的 就这波给治疗 轻语哪怕不追都是赚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治疗能让轻语 血量多一点 后续抢线有一个博弈的空间 他现在不给治疗 轻语没血了 然后轻语这个时候 怎么敢上去抢线 他回去吃个血包 他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然后这个时候 顺命继续跟上路 是没问题的 但这个时候 ksc为什么棕色要换线呀 棕色肯定不换线啊 敌人节怎么打中啊 敌人节手这么短 肯定是中也正常转 往上走呀 没有必要让敌人节在中的呀 敌人节在中又是个两线力呀 怎么中又打起来了 我确实不理解了 中午想三打二 主要是ksc这三英雄都呆呀 孙命 增击 孟琪前期都不强 有点尴尬呀 这样的 相当于马超那边一直猎 马超那边一直都没打过 前面这一把 马超这个点的优势 没体现出来呀 这一把孙命的节奏很差呀 这把的节奏核心 主要是孙命的呀 孙命怎么样过度取决了这个阵容 前期 到底是军事还是劣事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孟琪也没有吃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孟琪也不是中性呀 就一直埋头苦刷 你看本来这一波是ksg的优 但是你知道ksg为啥没优不 因为其宇戳了一枪 你看 看 他自己戳了一枪 他自己犯病了 看到没有 戳完这一枪过后 下午灯直接打他了 是他自己的问题呀 哎呀 说实话 确实状态都挺差的好吧 主要是蝙蝠吧 蝙蝠确实都挺差的 这一把 状态都不好 这个时候你看ksg就很难玩了 因为他节奏不好 你看 他这一波孙命一直跟正面 你觉得孙命给个二能帮 真机跟孟琪做什么事吗 做不了什么事的呀 你只能帮马超去抢线啊 这一把 抢线去传下路去保妖刀发育啊 保妖刀不被跃塔 只能这样打呀 因为你这种选出来前面就要过度的 你没办法呀 你不过度怎么玩啊 你就老想着跟对面强行拼字面团 那肯定是输啊 不用想 过度不了的 其实已经不敢 因为他前面做的不好 过度做的太差了 他这个阵容的核心打法就是过度 因为他是偏发育的阵容 他没有把唯一那条现优的一个优势利用出来 这一把主要是思路问题啊 然后看第三把啊 这把辅助还是要跟对抗路 一级跟清语去打对抗路 因为你不跟边你玩不了 你想啊 跟发一路 首先别人社府一级抢线不虚拟 而且别人中单招军有限权 你跟踪 对面张梁万一是跟踪抢线的 你太也容易送一血 算来算去也就跟边好一点 然后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一级打法是辅助跟边 其他造长 原坦是拦开刷红 然后吃拨中往上路去帮清语控资源 帮清语的同时可以手拦 防止也去被入侵 整体打法 这一把肯定是原坦 让一心后清线 因为一心手长 而且对面要压塔一心可以框打留人 队友可以传下来打 因为正常原坦跟一心 在中路是打不过招军和大使命的 这两个战斗力太强了 而且张梁可以放线 首约下路可以抗下压 是吧 所以这把原坦不要吃中 吃边传中 一心后清线 卡一波线 给金鱼蹭双线 好 OK 我们来看开局怎么打的 你这把太也又跟踪 你告诉我 你跟踪有啥用 你自己看 一个兵都摸不着 是吧 两把都是辅助中开 公司化开局 你告诉我 太也跟中有啥用 一点用没有 又没限制到对面刷 也又抢不了中线 然后下路线 太也又跑去跟公顺利连体了 好 这个时候连体可以 因为这一把连体的话 说白了 也是让公顺利的优势发挥出来 前期首元肯定是打不公顺利的 而且他也能给公顺利加险 但是你一心怎么放线了 我就有点纳闷了 这个一心放线的原因是什么呢 让圆坦单吃钟啊 你一心不跟圆坦一起转 圆坦去压关羽啊 传中路吃双线啊 你圆坦吃钟干嘛 一心不吃钱 有的用这英雄 一点伤害没有 你看一心拉一下 把自己闪打出来了 是不是 在玩啥呢 哥们 你放线能干嘛 你放线能威胁到谁 主要是圆坦也不好吃钟呀 所以没啥思路的呀 我跟你讲 金女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应该始终 下一波就该去吃上转钟 让一心留一波线给他 吃不双线啊 是吧 结果你看这个时候金女没有吃上 我是说的是 拦开刷到下午 然后吃一波中线 然后下一波中线 再去上路吃 再传中 蹭一波双线 所以你看这波金女在干嘛 他没有去吃上 他没有去帮夏罗特压关羽的位置 因为圆坦是很克制关羽的 圆坦在上路关羽是没有一点想法的 但是你看 他还是公司化 看到没有 还是吃钟 他没有吃上 他这波可以蹭双线的 这波即便他没有节奏 他都能蹭双线 就是上路跟着夏罗特吃一波 然后一心留着线 给圆坦传下来再吃一波 你看现在金女又吃完线了 他还是没有去第一时间 过中转上 主要还是开局没有帮对方做 如果能帮清理就好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开局这把要帮对方做 因为夏罗特本来就好打关羽 如果说开局把夏罗特帮起来 就是帮他控那个空间置 就控一个视角 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发育 他可以压着关羽打 然后他就可以先转线 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还是跟关羽在这儿 很忐忑的在上路做一个博弈 没有帮到夏罗特这一把 因为这一把中下是分不了胜负的 你站在ag的角度来看 这把中下是分不了胜负的 因为中路一心可以提前给视野的 不好按照明 按的话风险很大 下路更不可能啊 公司你有位移的 然后太宜 他这把一直带连体嘛 目前来看 他整体的打法都是很糟糕的 你看这把金鱼在帮发一路 他就没有想帮对抗路 为什么不抓发一路 因为守约太不好杀了 守约三段位移加个闪现 你拿头杀他呀 你自己看 这把不是说下路这波操作 谁失误的问题 这把就不应该打下 守约不好杀的 你这个阵容凭啥他守约呀 这不科学呀 就KSG就寄了 不用看了 又是前期落后了 好 这一把终于可以看把乐子了 是吧 这一把就有看点了呀 没机是吧 选了一个非常偏进攻的阵容 但是KSG全面克制啊 全是防爆发的 除了鲁班七号 好吧 站在KSG导的角度来讲啊 KSG的中单可以放线 但是放线的收益很低 所以这把KS中单放不了线 他是中野转 中野转 而且中单一级有限权 打火舞的话还不 而且鲁班翘下路也有限权 但是连波去帮火舞抢的话 不影响一起扎就完事了 所以这把鲁班纳斯开局是可以跟踪或者下都行 最好是跟踪啊 因为马可他吃线的速度太慢了 没有必要去跟发一路的一级 就是对鲁班纳斯来说 马可吃线速度太慢了 他没有争夺红损的机会 所以一级跟踪还是比较稳妥的 因为防止长生卡流浪的位置吧 如果说连波帮长生抢线的话 那么一级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长生这边后续跟着转过来 然后游浪这边卡不住位置 直接撤了 然后把长生跟大帅放过来了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把辅助跟踪是最好的 对于KSG来说的话 开局大帅在中路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就没管了 跑上路去了 鲁班大师在看野区 我也是醉了哥们 这把依旧是辅助啊 一级的一个协防有问题啊 既没有跟踪也没有跟下 他选择了一个Plan C 他并没有帮中也没有帮下 导致两边都没帮得到 然后第一波就导致流浪去 协防对抗路 帮轻语守刺甲 然后把活物放到下路去了 所以说开局腰刀被打残 是因为真的整体速度还是差 这把AG的话 开局我觉得 没啥毛病好吧 辅助跟踪没毛病 因为马可肯定没限权的 然后这个时候 大帅跟一路连体是为啥 我站在连波视角啊 首先我跟活物转线的收益大不大 不大 因为下路父子 活物踢不了 中路海洛 活物踢不了 打野也踢不了 边路也踢不了 都踢不了 但是我连波能倾线 我在下路跟射手连体 我可以让对面的推进速度慢一点 这样马可的塔会掉慢一点 所以现在 只有就是围绕下路去守着打了 让马可被推塔的速度慢一点 帮助马可过渡前期 像这一把连波只能这样打 就是帮马可抗压 因为连波是没什么机会的 这一波你看 长生去抓尹的话 我觉得没毛病 因为抓父子是完全抓不了 但抓尹的话 别的不说 骗一个大是可以的 而且尹这个英雄交完大 他的血会很低啊 因为他大招不是回血 他是一个临时的假血条 你看到没有 他是一个假血条 这波AG越他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海洛他不好放线资源的 然后这边扇过去 但是扇歪了啊 虽然也交了个闪 然后这一波 他以为长生已经走了 结果长生卡了个假 是也又回来抓了一波 长生这一波确实还挺细节的 这也是撞得好的一种体现 然后这个时候下路连波还在帮 伊诺抗压 也没有问题 打到现在AG的打法非常合理 一个阵容比较差的阵容 就应该这么打 球稳为主 尽量避免跟对手的最强点做博弈 但是你看这个时候 KSG发现了 AG连波想求稳 帮马克守塔 于是静宇直接把自己的红buff 让给了腰刀 腰刀接红了 腰刀接红的话 他的推进速度会更加的犀利啊 先腰刀给大了 开始推进了 这个时候连波的站位 就没有保护到了 你看没有 这一波连波就犯了一个问题了 他没有维持住刚刚的一个策略 他走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帅 他觉得跟你在下路抗压 有点虚度光阴的感觉了 他要去中路大干一场 这个就是很多辅助会有的一种想法吧 他觉得我在下路跟你抗压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其实是需要你的下路跟一诺抗压的 但是他觉得这样没什么用 知道吧 他就跑去中路想大干一场 然后走一半 发现不对了 发现腰刀接红了 再猛推他 然后大帅 就过来回头恐吓了下腰刀 说你再压 我就要开你了 然后腰刀就不敢再点了 但是这个塔还是被点了两下 然后大帅占中右的这个视野啊 仅限于什么时候 仅限于对面中野有限权的时候 中单有限权且好支援的情况下 大帅这么打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一把对面中野虽然有限权 但是海诺不好支援 所以这把没有必要去卡他位置 你也卡不住 好吧 海诺怎么会怕你连不过呢 不可能的呀 所以他没必要去卡 然后你看 他这个时候大帅一落头 你看啊下路马上掉塔了 看好了啊 是不是啊 这个塔已经掉了很多血了 这个时候防一塔保护取消了 像现在马可波罗丢一塔了 丢完一塔过后的话 该怎么打 丢完一塔过后 马可应该走中了 走中让活武去边路去给对面父子压力 父子如果不去边的话 活武就要一直在边路去带线 造一线优 因为现在活武不可能站中的 因为站中活武也清不了线 但是马可一技能跟连坡是能清线的嘛 但是这一波AG有个失误是什么 他打三线了 AG打不了三线 AG只能是中意 伊诺 大帅 守中路 让轩染跟长生去边带 因为轩染跟长生 这两英雄是清不了线的 对面压散了 他不敢上去清线的 清线就死 但是进可以直接开大去守的 马可也可以用一技能去守 但是AG选择了打三线 AG上路打一下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波 就是英雄压制嘛 尹这个英雄是康德爆发的 反手把这个长生给反杀了 然后中路也被推掉了 然后上路一换一的话 AG也谈不上转吧 这个时候AG的中一塔没了 中一塔没了过后 他没有让马可去吃中了 让马可去溜边 让马可回到了属于他的位置 但这个时候中路线 谁去清 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AG让技巧满和连坡去清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战术 因为活武肯定是溜边 抓边的收益最高 他抓边致死率最高 他的控制很强势的 配合技能够去边路带线造击杀的 所以打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AG的打法都非常的不错 没问题 虽然这种差 但是AG的思路到目前为止的话 除了连坡没有很执着的去守 那个下一塔之外 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就打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时候 KSG选择跟AG打半途了 结果进选择去回防了 想去帮马可守一个红 这一波就是AG跟KSG的第一波大碰撞 因为这一波AG是做了决策的 他觉得我不跟你打半途 我要跟你打一个对攻 因为红buff嘛 这个时候其实AG可以放红的 放红去推下二塔换节奏 但是这样会丢红区 AG没有这样做 他觉得我先来经济领先了 我要跟你接一波 然后这一波AG选择接团 长生先动 逼掉了海洛的进化和大招 但是海洛自己血量也是个满血啊 进这边是被轻语看到了 轻语跟着综艺一起过来的 然后综艺留了个影子 想换影去找流浪 但是轻语已经在原地等他了 这一波KSG打得不错啊 流浪交大过后 轻语去守流浪的一个大招的印记点了 然后进这边放过来 想去转这个流浪 但是想了想没敢转 因为轻语在旁边 于是综艺就给了个大招 在红buff的一个中心点 想用大招去抢红的同时 然后再逃跑 把红去守下来 然后连波去砸腰刀拆火去了 其实这一波我看了下回放 我觉得也没问题 当时我觉得大拽是上头了 现在我觉得没问题啊 AG打的都挺好的 确实都是各司其职的 金也把红守住了 然后连波也没死 打到现在为止 AG的情绪很稳定啊 这一波守红确实也守得不错 但是KSG的制容太强势了 AG有接不住团的 想自取的话也挺难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龙刷了 这一波兵线悟开 两边都是兵线的自然的一个推进 综艺这边的话 选择去收一下自己蓝 轩然往下走 想去断一波下线 但是银卡住了轩然的位置 轩然没有去过下线的机会 这个时候第一波失误出来了 就是火舞这个点啊 这一波影在下路卡住了轩然的一个带线的位置 导致长生错误的估判了当前的局势 长生觉得这个影 他是帮鲁大根父子看视野的 他认为下路运现的人是父子 所以说这波长生觉得忠又没人 因为他觉得影在卡轩然的位置 影没有去带线 父子在下路带线 他觉得忠又没人 所以长生直接从中路摸了到右边 但是KSG并没有让父子去带下 其实就是影单纯的卡一个渲染的位置 所以这波长生是做了一个错误的估判 出现了一波失误 然后长生一死过后 AG知道对面要动龙了 想去过中 但是流浪非常强硬的卡在了中路 不让AG过线 这样一看回放 这把流浪打得非常好 他的战术理解确实可以 这一把流浪玩的不错 AG的止损属实也是非常及时的 但是AG因为这种问题吧 博弈不占优的情况下 两波的一个失误让AG在中期丢掉了一个优势 AG的话继续的防守 因为龙斌已经到塔下了 上塔给了 过了波下线 保证了一个反打的机会 这一波机会来了 AG觉得我带完了一路线过后 我有资格跟你接团了 然后他就直接接了 因为在手的话要被调高的啊 等大龙出来过后 AG这龙是守不住大龙的 会掉高地的 然后A级想直接打一波 然后终于 搅到了鲁班七号 大帅的连坡也砸到了腰刀 并且开兵甲 控住了腰刀 但是长生的火舞 被腰刀的鲁班七号减速了 鲁班七号是带红的 导致长生第一时间并没有足够的移速 去使用出他的一个一闪 踢不到没有空间 所以长生往前面多走了两波 随后腰刀正好反应过来 点了个闪线 拉出了身位 长生大闪直接进场 开到了腰刀 但是队伍的第一波还已经结束 随后长生再踢一下腰刀 二技能收尾 击杀了腰刀 但是长生自己也被鲁班七号 一个一技能加强不共带走 马可转进来 金宇的大招打断了 伊诺的进化好像 第一时间没给 想贪一手兵甲的控制 但是金宇有抵抗血 但说实话 即便伊诺进化开出来也死了好吧 这波确实有点小失误吧 但是我觉得这波赚满也没啥用 对面这种阵容是纯克爆发的 马可波罗赚进去 要爆发灌死这个尹和海诺 这种大招可以给第二条命的人 也没什么办法 可是看到现在 A技也没啥太大失误啊 确实该赢啊 今天A技 打得真好 这利封局确实也打得不错呀 我去 说实话 又有几个队伍利封局 能打成这样的呢 很少好吧 一般利封局都打得贼拉胯 就是全是槽点 确实打得可以 A技这把一看的话 最后拼一下也没啥毛病 因为再拖也没机会了 阵容后期也不行啊 A技这阵容 那这把确实也挖不了啊 阵容太被剋了 爆发阵容被剋止了 踹不死人啊 只能踹鲁弹 踹其他四个都不现实 那A技这把也是直接告负好吧 这把 KSG的中轴确实更强 但是A技这把可以B站 A技可以打双边 九库这一把 得帮轻宇抢一级线的 这把会对抗路分胜负的 因为我感觉 这一把张良要去对抗路 跟A技决一生死了 因为我觉得 A技不是公式化打法 这把要针对 司空阵这个点 因为终于要走 哎 被冻到了 流浪说 就你会玩 哎 轻宇上头了吧 完了哥 你怎么了 轻宇哥 我没动到 完了 一创二 完 完了 坏坏都都 进圈了 我去 完了 轻宇啊 你怎么这么装 长生最后真秀啊 这个时候 KS就难了呀 轻宇这边状态起伏了呀 哎 下路 九库也死了 终于抓发育路了 而且有缺 我去 长生 这里总不可能不死吧 终于给长生逮捕了 这个大桥也是给他玩爽了 这把 KS 阵容很好的 但是轻宇犯了不大病啊 影响还是有点大的 哎 刀哥不管了 哎呦 全力刀 刀哥这一波自信啊 知道大帅必死的 不管大帅 只取一诺 向上手机好吧 这个招军跟张良 是拿出来搞笑的呀 哥们儿 这两兄弟不打配合的 流浪动的还是很准的 但是流浪这个出装 他就压根没想过 跟九库打配合呀 他纯是自己在玩啊 自己当核打的 他这把 他要是要跟九库配合 他也不可能做肉的啊 肯定是先做输输的 哎 大帅又没二了 大帅呀 怎么干呀 大帅 哎 喷出来有真伤 没死掉 哎呦 大帅这没死 金宇是不是没交惩呢 惩戒不是真实伤害吗 可以惩死的呀 我感觉 还有招军也没有做输出 也有问题啊 这把司公镇确实没作用啊 选出来 因为他前面撕了拨物过后 这把马超起飞了呀 经济压制 已经起来了 马超这边 就挺难受的呀 对于这个来说 因为他这把司公镇拿出来 是要压马超拿现权的 为了张良的一个节奏去造势的 因为他有现权 张良这边才好去做事啊 因为对面马超没有支援权 但开局这一波打完 这把司公镇相议是废掉了 这个英雄一直骂都废掉了 他这个点也没有什么功能性 经济怎么一直在压大帅的 这个哎呦 这么帅留了 虽然说很狼狈 但是确实很帅 哎一三打满了 长生牛逼了 渲染杀穿了 长生无敌了 我还长生来送了一波 给点朋友费 哎死红镇 小走一波 小走不算走 走不动了哥们 没伤害呀 四年超反 渲染杀疯了 我去 这波长生的一三 就能控制打满了呀 而且自己低身也没死掉 进圈回去了 但是后续渲染着一个马超 接管了游戏呀 主要是轻与伏笔了呀 给渲染着马超 二杠零天飞开局了 再加上这一波 长生的一个大桥 已经把前置的消耗 已经打满了 渲染只需要狠狠的操作 就能轻易的将对手动穿啊 这把ksg主要是 这个张良啊 他打得太保守了 他就跟腰刀连铁 他也不抓对抗路的 他招军张良没配合呀 虽然说kst确实中轴有优势 但是这把ag不会跟你打中轴的 这把中意 他第一波不是抓了下路吗 他不会跟你打中的 因为他大桥手长可以后倾线 你要强行三个人去推他 大桥可以传大 摇队友来帮忙 你也不好压他 所以说这把 圆坦不会一直跟大桥抢线 去跟你拼节奏的 还是长生牛逼好吧 长生的节奏串得太好了 长生上路才给渲染送了个双杀 然后下路就帮了ag一波 是吧 又帮助中意把那个九库给嘎了 然后团战又是不是一三 打满了控制伤害 帮渲染四杀 ag也是非常的流逼啊 状态太好了 这样一看ag确实打得可以啊 我去 ag确实状态好啊 而且战术好吧 更加的先进 针对流逼啊 状态太好了 最后的时间期待你的关注